大家好 下面我和大家分享中国古人对梦见肺部的解读 肺主呼吸 肺在智为忧 在生为哭 忧伸绿也 哭哀声也 梦中感到肺不好 不仅是指向肺部方面的问题或疾病 还提示情感方面的问题 如多愁善感 情绪不稳定 经常伤心 流泪等 肺部是身体的休息空间 它是身体的风香 用以博望生命之火 梦见肺部 提醒梦者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 吸烟的人 梦见自己的肺部发黑 意味着梦者肺部有问题 需要戒烟 梦见肺部有积水或粘液 意味着做此梦者已患有肺炎或支气管炎等疾病 好 再见